在塔利班表示对袭击阿富汗平民负责后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 美国不愿意与这个激进组织对话 无辜的平民被杀 炸弹在孩子 在家庭中爆炸 阿富汗到处都是杀戮 我们不愿意与塔利班对话 一天后 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 向阿富汗政府重申美国对这个饱受战火侵蚀国家的承诺 冯统并没有宣布政策的改变 因为我们的政策有前提 冯统是在回应我们过去几周看到的恐怖分子对平民的杀戮 而在这种局面下 我们会继续对阿富汗伙伴的支持 如果塔利班愿意到谈判桌前 来协商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案 我们的政策仍然有效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 阿富汗政府现在被迫要在战场上 而不是谈判桌前寻找答案 最近塔利班在喀布尔和其他省份的罪行跨越了红线 阿富汗政府应人民宗教领袖和政治家的要求 要探寻我们抗击恐怖分子的途径 一些分析人士说 尽管过去16年美国一直在阿富汗有军事存在 但是并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成绩 我们不会谈判 我们只会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幸的是我们已经试了很多年 但这并不奏效 很难通过杀戮来结束叛乱 周二一名塔利班发言人指责美国在延长对阿富汗的占领 并说川普和他散布战争的支持者 应当知道塔利班将会以相同的方式 而不是玫瑰来回应这种行为 美国之音赛内国务院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